Hello,有些时间没和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手机稳定器 说实话呢,我本人是很少使用这个手机来拍摄视频的 首先手机的自带电子防抖的话呢,它会裁切掉很多的画面 所以你的画质并没有保证 那另外呢,就算加上稳定器 那总觉得手机稳定器的功能呢,又没有相机稳定器的全面 而前段时间我看到浩瀚发布了一款手机稳定器 那就是它 浩瀚M6 首先第一眼我是被它的外观所吸引 那是真的很有科技感 其次呢,就是它的强大的功能了 下面我们来展开说一说 外观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设计上是很有这个工业感和科技感 机身上呢,除了黑色,那还有一些跳跃的橙色作为点缀 而在握柄的部分,它选择了皮质的这种材质 那握起来呢,是真的很舒适 而机身上也配有一块OLED的大屏 那对于你的各项参数调节啊,或者是连接状态啊,电量信息等等 那你都可以一目了然 当今稳定器产品中 我觉得稳定程度各家产品其实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啊 那么浩瀚这款M6当然也不在话下 三轴稳定的效果是可以值得肯定的 那就算你跑起来啊,画面也依旧很稳定 那我们来可以看看这个实拍的画面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 我是把它镜头翻转过来一个自拍的模式 那大家比如说在做Vlog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样的方式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稳定度是非常好的 那因为你接了稳定器之后呢 它的这个防抖就不再去大幅的裁剪你的画面了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好的清晰的高画质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影像啊 那这个视频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些收音不太好 因为我没有外接麦克风 但是大家可以基本上看到这个画质啊 还有它这个防抖效果是非常好的 另外对于一般拍摄的稳定度啊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我拍的这一些小片段 所以在稳定程度上面大家是可以信赖的 而机身最大的承重呢是400克 那所以几乎现在市场上所有的主流手机它都可以轻松搞定 就算你加上无线麦克风它也没有任何问题 浩瀚M6有一点非常棒的设计呢 是当你如果用到这个手机的超广角拍摄的时候 那么这个电机的位置啊 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画面里面啊 所以它呢有一个超广角模式 开启之后呢 你的电机呢 它会转换到你屏幕的这一边来 从而使得你的手机的主摄像头的一侧是完全没有遮挡的 那这一点设计我认为是非常友好和聪明的 另外在拍摄上 这个无线旋转的拍摄模式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不能说我会经常用到它吧 但是如果你可能想拍一些比如说魔幻啊 或者一些街舞的片段啊 那这个功能对你是很有用的 好的 这台机器我认为很有创意和实用的部分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顶部啊 有一个可以拆卸的磁吸的设计的一个小玩意 上面还有一个摄像头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AI追踪的一个补光灯的一个集合啊 那我们先来说说AI追踪 这个功能就算你不连接它的手机APP 也是可以实现的 那你只需要连接好这个模块以后 在它的面前呢做一个OK的一个手势 那你的稳定器呢 就会对你开始进行锁定的一个跟随 这完全是可以成为你的一个个人拍摄小助手啊 那另外在摄像头的外面这一圈白色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能暖和RGB无极的一个补光灯 那你可以选择在能暖之间切换 那你也可以在360度的这个色域下 进行你需要的颜色选择 而调节亮度 能暖颜色你都可以使用机身旁边的这个多功能滚轮来调节 再说一下它的续航吧 首先呢它可以提供18个小时的续航时间 那另外你也可以在电机的这个位置啊 那连接出来你的手机 给你的手机做一个反向充电 那比如你在长时间拍摄延时摄影的时候 你就并不需要担心手机电量过低的问题啊 另外就是浩瀚为这款M6准备的一个收纳盒 质量呢是非常好啊 也非常便于你的收纳 那么如果有在考虑购入手机稳定器的朋友们 我认为这款浩瀚M6 无疑是你在目前市场上的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那价格呢也非常亲民 这一套下来包括补光灯啊 在内啊那大概是在1500到1600元的样子 所以是很值得考虑的 好的 这里是Gins Camera Live 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